大家好,我是小林 之前小林讲了几些大陆诸多割韭菜背后的真相 包括垄断收割,证券收割,资本收割等等等等 不少观众表示毛色顿开啊,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同时也希望小林能够多出一些这类视频 为大家做出更好的科普 好的,小林今天就再讲一期最近几年预发火爆的互联网收割模式 直播带货收割套路 系好安全带,小林发车了 首先小林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当下普通人最能够接触到的风口行业是什么 我想自媒体应该算作其中之一对吧 自媒体的发展速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它的变现方式无非就两种 接广告和直播带货 而后者往往是更受各大网红所青睐的 它的转化率和收益率有多高呢 你看看大陆目前一线甚至超一线的明星都在直播带货 就知道它里面的含金量了 当然了,小林并不是批判他们这种模式不好 只要明星或机构能够严控产品品质 压低产品价格 这种方式无论是客户 明星还是厂家都能够达到多硬的局面 但是哈,这不就够不了韭菜了吗 接下来小林就带大家机密目前大陆诸多直播带货背后隐藏的镰刀 首先小林问大家一个问题 咱不说明星带货哈 就一般抖音上的网红 一场直播挣一个亿 你相信吗? 大家可能觉得这没啥稀奇的 毕竟之前网红微呀光是逃税就七个多亿 一场直播收入一个亿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小林告诉你 如果它的销售额是2000万 但是它还能够挣一个亿 你相信吗? 这里大家可能就犯糊涂了 这怎么可能呢? 咋还倒贴了呢? 首先2000万销售额挣一个亿 在大陆是真实发生过的啊 但是你先别着急 小林慢慢给你捋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小林先说一下 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的套路 但是套路归套路 我们今天占不对套路做评价 我们只说一下这个事情的完整性 好,故事开始 咱们说直播带货肯定要有产品对吧? 但是什么样的产品比较好呢? 诶,就是这个钻石 钻石的差价是非常大的 这个也是大家公认的,对吧? 毕竟钻石很久远 爱情永流传嘛 然后第一个套路就来了 在直播的时候 他们一般会拿真的钻石给大家展示 那真的钻石 它的星光就比较闪烁了 另外呢 他们还有一个镜头辅助工具 叫做星光镜 就是在手机的镜头上 套上这个星光镜以后 它看东西就特别的闪 钻石那叫一个光芒四射啊 这样的效果 用户一看 我的天,这么闪 很有视觉冲击力,对吧? 然后他跟你讲 这个钻石吧 叫墨上钻 它不是天然真钻 天然真钻呢 确实太贵了 一盒五六万 然后他又给你介绍 我们是珠宝商家 我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然后这个墨上钻的价值呢 它是只八千多的 但是哈 它中间夹杂了很多的戏码 比如品牌方和网红之间 又是私合同啊 又是吵架啊 等等等等 最后价格经过一段表演和拉承后 落到了199元 其实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已经有购买的冲动了 但是哈 这还远远不够 好些还在后面了 他们会提出一个疑问给用户 我为啥卖这么便宜的价格呢? 把钻石给到大家 诶,对了 因为我要给我的品牌做宣传 对吧 钻石是什么? 钻石是见证爱情的东西 那爱情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吗? 是不是得有一个男的 还得有一个女的呀? 两个人才能有爱情呀 那好 我为了给我的品牌做宣传 我出去打广告需要花钱吧 但是我还不如这种口碑介绍来的靠谱啊 诶,用户这么一听 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哈 他就以这种方式跟你说 你用户 你们帮我打广告 所以我才会给你给的这么便宜 但是呢 为了见证爱情 我们再送你们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云南六天五晚 双人蜜月旅游 然后再加上这个钻戒 199贵不贵? 其实这么来看 还是挺用心的对吧? 一场直播全程下来呀 卖了多少呢? 卖了十万单 我的天 大家都在买 毕竟199块 连车票都不够呢 大家伙听到这儿 肯定有点懵了 这么便宜 卖这么多 不得亏钱吗? 咋还挣钱啊? 其实这里就是要说的 信息差和认知差了 小林跟你说一下 你马上就听懂了 首先他展示的时候 用的是真赚 然后他说他卖给你的 是墨上赚 但是他实际发货 发的是告示啊 这个东西 你花这个价钱买回来 那大概率是 不会有人去检测的 你说一百多块钱 你会去检测吗? 太便宜了对吧? 而且用户已经知道 他买的是墨上赚了 那基本上是不会去检测了 再一个 你也很难找到 这种专业的机构 然后哈 即便说 好 就算你测了 我给你退的不就得了吗? 还可以退货的吗? 所以小林说 他这个套路里面 是带忽悠的 但是市场就是这样 然后他这个计划的 第一步就算完成了 第二步 他不是还送了你 六天五晚的 云南双飞旅游吗? 你要不要去? 肯定去啊 行家也得去啊 你觉得花钱了 花了一百九十九元 小林不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小林之前讲的 大陆购物团啊 其实在大陆 目前的购物团 已经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产业链了 现在已经成熟到 什么地步了呢? 就是你给我介绍个人 只要他在旅游地啊 当地的地址接到他了 就给你返八百块 返给博主 或者网红 谁介绍的 返给谁 两个人多少钱呢? 一千六百块 他那个戒指的成本啊 连包装和 加所有的 包括快递费 加在一起 也就十多块钱吧 而且你还看不出来 他展示的时候 用的是真赚 告诉你是墨上赚 发货的时候是告示 成本就十多块 你说这里 他就挣了多少钱? 一百九十九元 挣了一百七八 对吧? 他卖十万单 有多少利润呢? 一千多万利润有了吧 那后面的利润哪来呢? 旅游团嘛 卖了十万单 能不能去二十万人呢? 不一定 但是据说去的比例 高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后面这是多少钱呢? 你算一下 恐怖恐怖 满满的套路 割韭菜对吧? 要不咋说 网上有那么多 大巴车上导游 逼着游客买东西的时间呢? 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你说这些购物团 为什么强制你买东西啊? 因为你不买 他就亏了嘛 那你说一个小小的 摸上钻后边 居然能带出 这么大一堆的产业 这个人是不是个高手? 可能他在互联网上 就短暂的出现 那么一个刹那 卖一次或者卖两次 直接就赏人了 伸长公寓名 小林不去讨论 他到底好与坏 其实坏人多的是 我们也不说他好 互联网上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就是看你有没有 那个识别的眼睛 再一个 比如说你买了他这个货吧 你真的会很难受吗? 有的时候 购物团 他不一定会让你购物 你整个团里面 只要有一个人购物了 其他人就不用买了 羊群笑意嘛 只要有人带头 其他的就好说了 这个故事 差不多就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看出这个套路的核心逻辑了吗 其实在小林看来 与其说是直播带货收割 不如说是人性收割 不管套路有多深 花样有多少 终究是引诱人性最底层的贪念 爷爷常常告诉小林 不管世上有多么高明的套路和骗术 只要你别去想别人的东西 别人再也就想不了你的东西 切记 切记啊 好了 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